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彭哥富裕錄的時間了 這幾天我們的話題持續的延燒 那今天我們的話題就是 延續昨天在節目上面講的 閃戶如何變阻力 那這個關鍵到底在哪裡 然後昨天Pong在一樣在旁後 我們就開了一個更熱烈的話題 那Pong昨天在我們的 FB發了這個問題就是 我做了一個選股功課 我選到了一檔不錯的標的物 那身為閃戶的我們 為什麼我們叫做閃戶 閃戶有兩種 一種是有錢但是它的方法 就很像一盤閃殺 所以我們叫做 它就是一個零零散散的 閃殺的戶 那個交易戶叫閃戶 另外一種就是它的資金不大 可是它有方法 可是一個人的方法很有限 它就像大 那個海邊裡面的一顆沙子 它的力量很有限 這個我們也叫做閃戶 好所以我們昨天討論一個方式 如何怎麼樣子去做一檔 股票可以利用眾人的力量 把它拉漲停或甚至變成一支 腰股我們講腰股就是 它可能沒有具備好的基本面籌碼面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它在市場上面的 那個我們講的股價的一個線型 因為股價的線是用錢堆出來的 當主力認同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多頭的一個漲勢出現 或者一個空頭的一個跌勢出現 我們發現到有這樣的訊號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樣的特性 來進行做一個追長 追高殺弱 追強殺弱 因為如果你沒有好的方法 你可能會追在高點 那我們盡量做在一個轉強點 好所以我們在我們的FB 我們上面寫 我發現到一檔低基期 可以拼50%到一倍的一個股票 當然這個是我們自己用技術分析來判斷 它有機會可以這樣子 但是它還沒有到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一直說 它絕對會到這邊 我們一樣看事辦事 就像我們的氣象一樣 颱風我們可以預測它可以進來台灣 它也可以不進來台灣 但是透由大氣的一個變化 可以慢慢的去修正它的一個路徑 所以我們昨天在討論說 如果今天我們是一個主力 就可以很容易把這支股票給它所漲停 好所以PONG昨天利用一個方式就是在盤中 希望大家幫我集氣 當你們集氣越強 這支股票就越容易漲 所以就開一個比較低的一個 那個基本的一個條件 就是如果超過200個站 我就公佈這支股票 那真的我現在也不知道說 現在投資人那麼厲害 PONG就像就拿月線圖 月線圖把東西全部遮起來 它還有辦法再用一支一支 還是用什麼軟體去把它抓出來的 都沒有關係 這是價格發現 那有能力的就可以抓得到 那沒能力的沒關係 我們就一檔一檔做 所以我們就來持續來看一下 所以昨天我們講的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內 就已經將近六七百個一個站了 好 四個小時就已經破千了 所以如果利用這樣的力道 來去做股票 其實我們一起做的股票 都會是一支主力的股票 主力拉抬的股票 好我們來看 所以昨天我們來看圖 這張圖大家應該很熟悉 低基期可以從小蝌蚪變成 大金魚的標的物 明天我們來試試看它會不會漲停 當然 等一下要告訴大家 本來我是要在錄影後 才公佈這支股票的 但是一早 大家好厲害 開盤兩分鐘 開個小高之後 就直接往上衝 那也沒辦法 我只好 只好先做好佈局 然後馬上把這張圖發送到網路上 不然又會投資朋友們說 你是不是要爆牌拉股票 把他們當作笨蛋這樣子 這種話題都一定會出來 我們講當下有做就有做 當下沒有做 我也不會告訴你說 我是買進去之後才叫你們去做這些動作 我也沒有 這個不然我跟大家保證 我們絕對不會幹這種事情 我們今天就是 有什麼說什麼 要做什麼 我也是很坦誠不公的告訴大家 相信很多投資朋友們看Pong的節目 FB很多年 我已經寫這個東西已經寫十年的 我從來不會在這邊去騙大家說 我是假作什麼東西 去坑殺別人這種事情我是不幹的 好 好 所以 今天一開盤的時候9點02分 7點15塊 這個地方 就 我們 我們這量就是慢慢的出來了 因為這支股票昨天的量不到 不到200張 那今天的一早15分鐘 他就已經破了昨天的三倍的量 基本上 一支豪的股票 必須要有人願意買 對不對 所以 我們 我們就利用 基本上我們這樣講 你要漲股票一定要有人買 所以要有一個基本的一個洞 對不對 所以Pong告訴大家之後 也有人發現這支股票 他自己偷偷去買了 所以 一早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圖 看這邊的圖 就是一早就往上拉 拉到快漲頂了 那也沒辦法 那Pong就只好把 我們的圖就提早 公佈給大家知道 好 本來是想說11點之後才公佈的 好 我們剛剛講的這支股票叫做 變成這樣子變成腰骨 大家看好我們今天講的這叫團結力 這個叫做扯後腿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 團結力就是當主力的一個關鍵 扯後腿是散戶的天性 我們講為什麼是散戶的天性 因為每個人生下來 想把觀念環境都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自然而然的 有的人喜歡做波段 有人喜歡做當衝 有人有賺就跑 有人要賺很多才跑 這樣子零零重重的人集合起來 這樣就很容易 你丟我撿 我賣你撿 就會這樣子 就是他們會把那個上漲的力道 或下跌的力道給互相抵銷 這樣子就變成虛工 散戶 主力最大的優勢就是告訴我 我利用最簡單最少的能量 我就會製造出一波的行情 所以就告訴大家 當大家的團結力越大 這支股票的未來的爆發性就越高 這個東西外面的人絕對不會告訴你 這就是主力的一個秘密 好 所以如何降低閃戶的扯後腿 這個就是PONG要告訴大家的 你沒有經過訓練 你沒有辦法做到一個標準化動作 就像我們當兵 男生比較年長一點都有當過兵 我們的做不吝聲 一上二下 一上二下 我先叫你做一 你就做一 壓下去 做二 你就要起來 我們經由軍事化的一個訓練的方式 可以讓你在最快的時間判斷 多跟空 買跟賣 這樣子 你才能 心口如一 勇敢的去做 當我們的股票進去之後 如果賞戶的賣壓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自然而然主力就是隔天還會幫我們繼續往上追 股價為什麼會漲 是人家追的 不是莫名其妙就跳空 就拉上去的 很多投資朋友們知道這個觀念 可是他一直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股票都不漲 真的我說這叫廢話 因為賞戶都在後面扯他後腿 我買你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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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幹嘛要拉 所以不拉了 所以這隻警民 我們今天用這樣子股票來告訴大家 如果你要當主力 你就好好報好 有買的人 你就把它報好 如果你要繼續扯後腿 沒關係 那頂多就是不漲 我把它除掉而已 買在好的位置 我覺得很重要 對不對 買在好位置 很多人就會說 我幫你抬轎 但是你買不好位置 就是我幫你抬轎 就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 今天警民這隻 瞬間拉到8%以上 後來又掉下來 但是現在還有 6-7%的一個水準 那為什麼後來會掉下來 原因是今天加權 真的很不給力 就一早就開始有一點殺盤的動作 殺5-6-10點 期貨殺了100點 所以目前相對的 警民他的 氣勢他還是屬於強的 還有在6%以上 所以這隻股票如果大盤止跌 他一定會比大盤更強 做股票就是這樣子 強者很強 弱者很弱 你只要做到比脫離大盤的弱 那就有可能變成市場的一個主流 當大家的認同度越高的時候 這支股票就很容易漲 好 所以 昨天 為什麼要叫大家加一 要叫人家按讚 這個就是訓練大家當主力 不是為了要拱能器 是要告訴大家 如何當主力 當你越堅信的按這檔上 越堅信買這檔股票 把它按下去的時候 這個量就很容易一直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 把直接 移入一線 就像我們剛剛找盤的警民一樣 一直線就要衝往上衝 衝到雲端 所以 大家昨天很給力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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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小時就按了 兩三千個讚 就很好玩 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基本上我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這檔股票 我只告訴大家 我會買 我也沒有叫任何人去做一個追買的動作 這個不是爆牌 只是驗證 告訴大家 如果你看這種股票平常就幾百張 今天如果我動用 動用大家的力量 把這支股票鎖漲停 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沒關係 看戲的我們繼續看戲 有做的我們就做 因為這個是當下都是個人的抉擇 個人的行為 我只是一個人 我沒有辦法去影響大眾 我也沒有辦法去影響股市 但是我們憑藉著趨勢的力量 當大家對我的認同度 一步越高 我們做的動作一致的時候 這樣子就會有念力 念力就會產生趨勢 趨勢就會產生力量 那你執行的力量之後 就可以換成金錢 就是你的獲利來源 好 所以今天最後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 今天做的這些動作 叫做主力交易訓練 所以你要當主力 第一步 其實要學最近的衛生紙 你很想要衛生紙 那你就是要去搶 積極的搶 所以你搶得越兇 那你的位置就會更全面 你就搶到你要的東西 所以你要當主力 就是第一個 你要學會搶衛生紙 一定要會搶衛生紙 好再來就是買了衛生紙 不要嫌它太多 又把它丟回去賣場 這樣子人家就看到 哇原來衛生紙還多那麼多 所以大家都不想搶衛生紙 就會這樣子 所以現在各大賣場 有衛生紙的搞不好也是收起來 就告訴人家 寧願沒有衛生紙 也不要一堆衛生紙放在那邊 變成庫存 庫存 把它隱藏 大家就會想要 但是東西一多 就變成沒人要 這就是散戶的一個思維 我們要當主力 就是要積極趕買 該買就買 不該買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說 好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 兩支掌停板 三支掌停板 拜託你不要車禍後腿 如果你是跟Punk的觀念一樣 你是想要賺30%50%一倍的 因為它的結構真的很好 雖然很多投資朋友們 在網路上 投資達人都告訴我 這一支他沒有基本面 他沒有技術面 甚至公司他是虧損的 但是我們說真的 就像威盛 我們說實在威盛 見達 這種股票有賺很多錢嗎 沒有嗎 10幾塊拉到30塊 拉到快翻倍了 有賺很多嗎 認真去看一下 他的營運績效表 看他有沒有賺很多 清雲 在他連續跌了 跌了45跟跌停板之後 你去看他的績效 他真的有賺很多嗎 他沒有賺很多 對不對 但是他還是有漲 那 投資朋友們 進場是為什麼 什麼 什麼原因 就是要賺這個價差嗎 哦 如果一檔股票 哦 他不他不好 可是會漲 那你要的是要漲 那你還是要買嗎 很多股票會賺錢 雲相賺錢嗎 但是股價就是不好嗎 買了就是套嗎 你要等他配息配股嗎 如果配很少的話 反而是對自己很不利的 所以碰哥告訴大家 賺股票 不是只是看基本面就會賺錢 要先去了解 你做的東西就像賭場 賭場的一個交易 你要懂得賭場的規矩 你不懂得賭場規矩 你還在那邊呆呆的 去這樣子做 你很容易被人家當羊來咬 好 所以我們在講戰鬥K線 就是碰哥每天都會告訴人家 贏要衝 輸要縮 所以你要當業務 你要打贏人家 你就是要先把主力思維學好 該衝的時候就衝 不應該衝的時候就不要衝 所以我們隨時都會在市場上面去做 食物的交易的訓練驗證 所以最後有任何問題 歡迎各位投資朋友們 不管是發訊息 或是直接在粉絲頁上面發問 碰哥很歡迎回答你的一個交易的問題 不要只是問說這支股票怎麼看 這個沒有意義 我們要的是長遠的發展 不要只是一時的解套 我認為這沒有用 今天幫你解了 你又不去改改善你的交易的缺點 下一次你可能會套更多 對不對 好沒關係 我們一樣 隨時都會關注警民的一個狀況 請大家一定要鎖定碰哥的一個 贏節目跟我們的FB官方粉絲頁 鵬哥富裕露 好我們今天到這邊告一段落謝謝 謝謝